站著起床 各位同心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上課前再麻煩注意手機 有沒有關機或關震動 再麻煩注意一下 謝謝 我們開始上課 這節課是由我們大山格林老師帶來演講 請大家用掌聲歡迎 謝謝 有一個人 他如果頭的有些地方壞掉的話 他會以為他自己死掉 雖然他是活的 但是他會覺得他是死人 死的啦 他真的在醫學上有這個病例 不是隨便講講的 有一個人 他認為他自己死掉 就是這壞掉的 到處跟人家講說我死了我死了 旁邊的人說你沒有死了 你不知道好小好小吃飯 會怕他走會跳 還會吃的 說沒有我死了 他就一直這樣子講 重複的跟四周的旁邊的人說 說我死了 你覺得這種人 鋪起來人會叫他去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 精神病院嘛 去看看醫生吧 跟醫生聊一聊 他果然就去找醫生去講 他醫生就給他花了很多力氣 說服說你其實是活人 你不是死人 死人不會這樣 最後 這病人當然是跟他吵了老半天 最後他同意 醫生跟病人達成共識 就是同意一件事 就是死人不會流血 你知道死人怎麼不會流血 死人怎麼不會流血 死怎麼不會流血 有人講到重點 其實身體上面的心腦還沒在訓 還沒有 沒有在訓 心腦疼了 我們這為什麼平常會流血 你知道 因為心腦 疼痛 給壓力 那你開了一個口 壓力出來 那個血就走出來 人死的時候 心腦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停住 不再動了 不再動了 那個血就不會擠出來 你知道嗎 那個病人每次都說好 是同意 他就說好來做實驗 洗澡拿來 手指頭都拿過來 用尖子把它吐下去 吐下去怎麼辦 血流出來 他是活人 一定會流出來 照正常人來說 正常人來說 你活流出來一陣 證明一件什麼事情 你是活的 你不是死的 結果病人說怎麼會 原來死人也會流血 你知道嗎 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他一旦認知 就算你讓他證據都放在頭前 他的結論又是相反的 因為他已經決定要這樣相信 所有的證據 就算出來是反證 他又把它證回來 這叫做公消威 消極了 一種就是連酒 這叫連消威 還有公酒 公酒是什麼 喝酒水 有兩個人喝酒水在樓邊 他又在路邊 你知道喝酒水的最初的人說什麼 說你醉了 最初的人說你醉了 醉的意思是說你不要再喝酒了 說不不不 我還要再喝 於是他就 兩個人就坐在這裡 說你醉了 說沒有啦 你這麼醉了 什麼我醉了 你這麼醉了 這幾百部 兩個在樓邊喝酒嘛 晚上 其中間來說 好你說你沒醉了嗎 你說的喔 好來 這手電筒 手電筒打開了 你知道有什麼 電池會會走出來 對嗎 整趴這樣 射到天空 晚上看起來 好像光柱一樣走起來 對不對 放在那裡 你說你沒醉了嗎 好 從這裡來 我從這裡撥上去 從這個光柱爬上去 你知道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說什麼 你說我醉了 我才沒這麼醉了 我如果把一半 你的電池浸起來 我們就嚇壞了 聽得懂嗎 你們如果聽不懂 這個笑話的話 法理很難了解 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他為一個 假的 虛假的 fake not real的東西 畫出來 但是 這兩個在 某種程度 他們是在 講過的 講過的 他就套著他的邏輯 再走上去 這樣 這像什麼你知道 全台灣都醉了 對吧 所以國民黨會說 入聯 對吧 台灣是盡量 真的嚇壞了 要入聯 對吧 說幾次了 沒人要插 對吧 他就是 喝酒醉的人 說酒的 村子也喝酒醉 對他這樣相信 對他做 當時才會生 除非這個 兩個酒醉以外 就跟他們講 不然他們在那裡 說得很開心 對他 連酒醉之間也有對話 好啦 這不是要我講的 我們今天是 台灣史節 我們要說歷史 說過歷史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百度 有看過這幅畫的人請舉手 看過 來 請問誰畫的 高跟 你是學藝術的嗎 喜歡畫畫畫 喜歡畫畫 很好 蛤 很好 對 那 那其他人不知 我就稍微講一下 高跟師 高跟師跟飯谷差不多同一個時間 飯谷有聽到嗎 飯谷 人家說他開校 關到 金層冰院 鞋子掛起來 聽說他鞋子掛起來 跟高跟有關的 因為他們曾經住在一起過 後來兩個人互相 沒辦法在一起 就對方 一走就走了 你知道藝術家的生活起起落落 對嗎 起起落落 如果賺到錢就很好 如果沒有錢的時候 就是出茶淡飯 連畫畫都省錢的畫 高跟賺到錢的時候 他照一起的地方叫大溪地 大溪地是太平洋一個小島 小島 住在島上面的時候 歐洲的錢拿去那邊比較好花 三餐都沒問題 家庭都負責很好 還有美女在旁邊服侍他 教理說這種生活就是大家要追求 到最後好像活在天堂一樣 有人把你博士 家庭都沒問題 這樣過一季就好了 教理說是這樣 台灣人都要這種結果 結果這個畫家在 最無憂無慮的時候 有一個百度 這幅畫是什麼 他畫了一幅畫 他畫了一幅畫 這個有題目的 我上面寫說 資源回召人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這不是title 這不是畫的名字 畫的名字在這邊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我們一句 我們現在在這裡做什麼 我們要問下去 大家不會問這個問題 有飯吃就好了 我們想要吃什麼 但是高跟已經全部都 你追求的東西他都追究到了 他接下去就要問這個問題 大家人家吃起來都沒問題 我們要問這件事情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現在在這裡做什麼 我們要問哪裡去 我上面寫一句話 資源回召人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這個資源回召人 這個字是我三年多以前創的 三年前我 我自己創作一個名字 叫做recycle man 我待會再解釋什麼叫資源回召人 人類歷史只有六萬年 現在活在世界上的歷史 有人說沒有 我以前跟山頂洞人 北京人人都五十萬年 我說那些人的DNA 現在沒有存在我們身上 世界上都找不到 所以現在所有世界上 人有的 我們血流裡面的DNA 只證明說六萬年前 同一個男女身上生出來 待會我會越多 過去幾萬年來 人類的生活的方式都這樣 這就是這樣 部落的形式 tribe tribe就叫部落 部落 部落是什麼 就是很多家庭 很多家庭住在一起 那因為什麼 因為共同的狩獵範圍 共同的水資源 或是要怎樣 競爭的地方 來決定說 他們要住在家庭 那就變成部落 tribe 部落 以前在部落跟部落之間 會為了這些資源來打仗 對不對 那燒肚就開始抬 有沒有 臺直接暫時就跑出來 要殺的話 一定是把對方怎麼樣 臺得清洗流流 殺光 不會滲 不會流活活狗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殘忍 要殺到光 因為怕你有一天會報仇 對不對 媽媽帶了幾個小孩子跑掉 過了以後小孩子長大 變成知道這個故事 媽媽跟他講 回來報仇 對不對 以後變成這個國際 越大做回來 就不好 所以一次就把你解決 可是 這樣子做 一陣子之後 發覺這個不太對 為什麼 你這個部落跟部落打仗完了以後 就地變大了 對不對 人口變少了 怎麼辦 這不對啊 要種的更辛苦 所以要做一件事情 把你更厲害 更聰明 更用的都抬了 只剩下的老惡婦孺下來 女生跟小孩子啊 把他拿來做什麼 這個人留下來幹什麼 吃飯 就是這個啊 有沒有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參加跳舞 叫你做事情 幫你當努力來用 你就是幫他製造生產 你就做了 每天進做啊 你就每天過年 過了你的日子 這些人都沒有效忠的對象 過了以效忠的部落已經滅掉了 那頭被砍掉了 沒有效忠的對象 這個資源回收人 本來要被 要被欺制 叫做當作垃圾欺制 本來要被棟掉的人 又拿回來回收 叫什麼 資源回收人 你知道嗎 對啊 你笑的沒有 真好笑 資源回收人 我們都去資源回收人 那隔壁有沒有一個資源回收層 叫什麼 香港 香港過去給 當英帝國統治 因為英國跟中國打敗 那隔壁嘛 那隔壁嘛 隔壁嘛 隔壁裡面 英國統治之後 這隔壁每天 就是努力的吃飯 所以叫唱歌跳舞買多多嘛 時間給我抽水 抽回去 給我總督總督 給我女王嘛 英國帶走 就這樣就好啊 九七之後 中國要收到回去 那時候 對小朋友 江澤民說 舞蹈跳 馬蹈跑 記得跳舞啦 繼續把你當奴隸 你時間到了 收回來就好了 對不對 可是慢慢的 中國說 欸 這個樣板已經不用做 台灣已經不是我們的 那怎麼辦 你香港人 本來就是中國人嘛 我叫你唱中華人民解放軍的歌嘛 叫你叫中華人民改你的語言嘛 喔 那人都不舒服啊 不爽就跳起來 開始抗議了 抗議是什麼 我們要 抗議總督 我們要自己選總督 我們不要現在這個總督 那記者就訪問他 你為什麼要抗議 為什麼不要這個總督 他說 他有頭 他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哪裡跟你不一樣 因為有頭 我們落頭 所有香港人都沒有頭 為什麼 他支援回收人嘛 頭被砍掉了嘛 沒有效忠對象嘛 現在頭要放下去 那為什麼總督有頭 因為他效忠北京中央嘛 對不對 他有效忠對象 你們沒有嘛 他看著他不順眼 所以要抗議嘛 其實沒有頭的人 其實也沒有什麼 沒頭的人 做事就是無頭無腦 他去抗議的結果 有沒有結果的 不會有結果的 對不對 我那時候說 那時候 在那個戰衆行動 那時候說 不會有結果 一群人不知道訴求什麼 來 過去喔 這就是部落嘛 部落戰爭 在征服對方之後 統治手段是什麼 他對方這樣 征服之後 再來是什麼 做幾個動作 宗教語言信誓 他會改你的宗教 他會改你的語言 他會改你的信誓 這過去啦 部落來的時候 都是這樣嘛 在中東的地方 中東 那個地方 那部落 如果說我是拜康律的 你知道中東 他們是用河流來決定 河流有河流的河神 那時候 埃及地方很多康律 康律做他的行 所以他要修台進行 會把他的神搬出來 說 我們那個比較大 另外可能 崇拜眼鏡蛇 說 我們的康律 扑死症 比較大 拿起來兩個對幹 打完以後 比如說康律 他說 你的神到後 錯掉 來拜我們的神 對不對 你這樣拜 你沒有資格再拜你的神 你如果繼續拜你的神 標示你不一樣 遲早你會產生叛變的心 我一定把你的神抬掉了 你消失不見 來拜我的神 再來 語言 我如果有尊 你還說你的無語 你還說你的無語 你家裡說的有的沒有對不對 叛變嘛 這也是為了要統治你手段之一 再來 姓氏 你現在有的姓氏 不然在那裡 人的 有的沒有的 照前孫禮 你一直拜 那都不是我們的姓氏 那是中國來的 那中國姓氏怎麼產生 就是部落跟部落上來 輸的人 那兩個在地 贏的人 酷長的 那頭的生 就是這樣子 那姓氏是灌上來的 不是你本地有的 以前台灣人的姓氏 三個名字 就是 阿公的加上爸爸的名字 加上你的名字 比如說Peter John Rock 你生的水叫做water 小孩叫做water John Rock Water 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只追兩代 因為以前要跟財產分配有這樣的 你只知道你阿公的名字 你老爸的名字就夠了 是這樣 現在印度還有一個姓氏制度 還下去 台灣你現在生一生 都不是 都有中國來的 因為過去有大慶 帝國統治兩百多年 你的姓氏都被換掉 這樣知道齁 來 這簡單的一個圖形 跟你講台灣歷史 因為我今天要講台灣史 但我給你一個比較MACRO 比較大的scope 給你們看 本來 好 部落的形勢 M174 我剛才待會兒 我會越講越清楚 本來大家都 部落的形勢 幾萬年了 大都王國 這些部落 價格很大 在台中一百 那些地方有大都王國 這樣子幾萬年 再來 到15世紀 那時候 在開始 有西班牙 河南 大清朝來 那時候再來 人類那時候 才有航海技術 航行很遠 才來個這些地方 來個台灣界都來探索 這些人 我要給他一個名詞 大家都用一個名詞叫什麼 Predator 掠奪者 他們來的目的是要掠奪 所以你有吃到一個人 叫做被殖民地 Predator Predator在大自然界 就是掠食別人 掠奪者 掠奪者 大家比較實際的是 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他結婚 對你語取有語求 但是不要替你負責任 要跟他做 過去 被殖民者都是這樣 你用 實民的地方 都是你自然 拿得了 等到樓下沒了 就等到 這就是殖民地 殖民地 不對你負責 所以過去 台灣人 你說美國的軍隊來到台灣 擱淺 在海岸 我們五三十一期都抬了 他就跑去大清帝國 說 你的人跟我們人抬死 我們人是我們人 你是化外認 不歸我們管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就是這樣 他不跟你當作是他的人 你是殖民者 如果剛才要負責 他就不要 這個就是 掠奪者 掠奪者 大家之間非常競爭 到最後最大的贏 後來怎麼樣 日本帝國打敗了大清帝國 就該土地拿到手了 對不對 一開始還是殖民地 但是 他的目的不是要殖民 他一步一步改變台灣 對台灣建設 打造台灣一個新的系統出來 他做的目的是什麼 是要跟你結婚 就要跟男生追究女生 送你花 買你禮物 清理 把你照顧 把你照顧 把你取進門 就正式有結婚 那這個動作是什麼 1945年的4月1號 實施大日本帝國憲法在台灣 那就是一個結婚的動作 之前的黃命化都是prepare 準備 到走到這一步 這一步簽名蓋章 從此以後台灣 這個會在土地的性質改變 幾歲才人吞他 主機開始 大日本帝國連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你過去來很多系統 但是沒有一個真的 要在這裡生根 不要生根 從現在開始真正生根 從此以後你是已婚的人 不是available you're not available you're married 那這時候 但是台灣人說 好啦我結婚了 但是現在 中國人跟我們通締 很簡單 二戰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 輸給美國 我們戰敗了 美國人 打贏了之後 他做很賤的事情 把過去糟蹋你的男生 又把你帶回來 再糟蹋你一次 就是這樣 就是台灣人對的事情 過去糟蹋你的那些大清帝國的人 你不想把他送回來 你再送回來 雖然我們現在用法理 這個美國国 沒有錯我們打贏了 可是你不可以改變我們的主權 你不可以叫我們做兵 不可以叫我們 換我們的國籍 要把你送回來 No way 對吧 所以法理出來要把人誇獵 我們要把這一群系統 趕走的時候發生一個件事情 我們裡面有一些人不希望他走 當然人喔 有誰不希望他 余虐嘛 我給他一個名字叫余虐 就是過去觀點不願意改變 就產生所謂的余虐 什麼觀點呢 過去知那人把我們套在我們北部座的古山座 後代這些以為自己是知那人 他們叫余虐 你已經驚人了 你還在那孝順過去 那是客兄 我不知道怎麼說 要不要趕走了 對不對 好 今天不講這麼多 再往前跳 慢慢越講越清楚 自古以來的戰爭都是生存之戰 那所有的政經都是為了生存 在那小牌 小牌的 產生大量的資源回召 簡稱這些沒有頭的人叫 Recycle Man R-Man 你也不敢說他沒頭 他沒有頭 他沒有頭但他有記憶力 資源回召人的記憶力多久你知道 有記憶力喔 你現在有多久 紅綜紅綜秋的案子一個月 還是一個月 收水游一個月就一個月 黃色小拉一個月就一個月 為什麼 因為媒體有在報啊 有在報他就有記憶力起來啊 沒有報就忘記了啊 這就是資源回召人的典型 Typical Recycle Man 來 他可能很強喔 他身體功能很強 你沒有看過這種Superman 沒有頭的Superman 身體功能很強啊 可是沒有效忠對象 我現在講都是這個喔 來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之後 你們進來就是要當官 當官的時候就是管理百姓 任何一個議員他下面 兩千多百幾百萬 我們細情人 你會計較60萬 60萬人耶 隨隨便便耶 拜託你們在座各位 誰當過這麼大企業的老闆 怎麼辦耶 你怎麼管人 這麼多人跑到你前面的時候 你怎麼辦 憑什麼 所以你們一定要有一個方法 有一個方法 把人分類嘛 你把你面對的人分類 你不分類的話 你沒十條罐耶 第一步就是要分類 怎麼分類 我們做這幾位 上下 我是根據什麼 行為主宰者來決定 他是什麼人喔 這像動物 這是沒有頭的 上面是有頭的 動物是什麼 他就是 以動物生存的本來做事情的人 他的motivs 他的每天的driving force 讓他產生行為的所有的原因 都是像動物一樣 比如說吃嘛 動物啊 他們肚子養得很壞 吃肉就乖乖 動物就是這樣嘛 他就吃嘛 動物就開始 嚇狂 這個 就開始起笑 要給人家 我舉個例子 以前的高雄 不是年輕人 不是 落在睡 騎摩托馬 出去 外面 跟他肚子養 對嗎 摩托馬 警察抓到他 為什麼這樣做 不知道 爽 你說這句話很奇怪 為什麼爽 因為他動物獵食的本人 跑出來說 他就要去滿足他 他不管做什麼事情 不會去管人家的死活 這叫動物嘛 他就是動物嘛 動物的本性 獵食本性 跑出來說 他不能控制他 一定會去做這件事情 那你問他理由 也不知道啊 說不這個所以然來啊 但是這種人 我跟你說 你也不要以為說 他很散的 他可能很好怕 他可能駐地堡 開的是 墨基尼亞 他的動作行為 就是跟動物一樣 你會假的 動物都一直管吃 過期 台灣人真的說一句話 你有聽到嗎 小人家這麼多 要做什麼 不然我做飯給我吃 有聽到嗎 有沒有聽過 這種人說這種話 就跟動物一樣 就是動物嘛 因為他憑估 憑估一個事情的價值 隔壇 是能不能吃 那不是動物是什麼 台灣人跟動物一樣 說出來 就像動物一樣 他覺得這個事情 有價值 有價值 這個東西是吃不吃的 所以說 第一 你如果拿鮮鳥 還是 貴重的主堡 他牽 那貴重 他牽 他回家 但是那很貴 所以貴重的東西 不要隨便給他豬 給他狗 待會兒人會養一種 你剩到旁邊 他就像動物一樣的人 對吧 但是接近動物裡面 他又 過去台灣 只要說一句話 你吃肉 對不對 哪有人問厚語 用你吃肉 來決定 用吃來決定 相當的低級 我告訴你 不是這叫鄉土的語言 以馴服的程度來劃分 動物又分三類 不管 尤其餘的 很會弄 我以前被刺的狼狗 狼狗就是人的狗 人做得好 就是佳犬和野生動物 第一隻 野生就再多 所以我刺十幾年 每一几次我鎖吃 本來手都再打敲 一抗過去 就咔 就咔下去 管你是它主人不是主人 所以它是很接近動物的 全養動物 對不對 會加渴 對吧 但是如果你比較 整個台腳 馴服得更好 對吧 左手 右手 坐在這裡 不准動 搖尾巴 比較會做 這種路越來越physical 越來越有主觀意識 主觀意識到你家的動物 咬到過頭那時候 他想說他是人 要跟你平起平坐 我不是要睡覺 到時候跳到床上 要去把耍耳朵收起 這麼很好笑 對不對 他以為他自己是人 你把麻他有自尊心 他不是說狗像人去 來 再往上面 這個是比較 從subjective變成objective越來越客觀 從主觀 這是說沒有主觀意識 他只有身體意識 沒有主觀意識 他慢慢有意識 意識在強以後變得主觀意識 主要意識是這種可能是諾貝爾會講得主 但是你沒有效忠對象 可能像柯碧在智商 他智商多少 157號 號稱 但是他就是一樣 志願會說沒有效忠對象 所以他會講什麼 中華民國是他的底線 那就是沒有效忠對象 那就是沒有效忠對象 他人家說以皇民 又惡標誤誤我 對不對 以當皇民為此 你今天以皇民為此 明天我們就以你為此 你最好要想想 不能隨便亂講 所以你皇民是事實 他是陳述一個事實 但是shame to be a subject to Japan Emperor 他feel shame 來 這一段的人 他有分上鐘下 以遵守法律規範的程度 及實行效率來劃分 以遵守法律規範的程度來劃分 這種人他沒有所謂的對錯 最上面那是有頭的人 所有有頭的人 就是他對於是非對錯 非常清楚 很絕對的 他是absolute 對就是對 對就是不對 但是比較會的 這種人說 對錯 It depends 端看當時的情況來決定 這是對還是不對 這種人都是這樣 對不對 他會尋求最大公約數 就像科B做事情的方法 他會尋求最大公約 他目的是要把問題解決 他不管對錯的 某種程度上對錯 你不能貪污 這個人沒有錯 在執行面上 可是那個終極的問題 他沒辦法探討 所以他以前 科B以前不是做了一個演講嗎 他講說 他做耶克膜的Doctor 做到很厲害 結果什麼人很難死 很難死就不容易死的意思 不是很難死 不會死 因為他用機器的設備 讓一個人存活 結果一個懷疑 他就問一個大災問 到底什麼樣的人叫活著 對不對 這人明明腦死了 對於心肝心臟繼續澎湃 我們機器給他之後 都可以繼續再挖下去 所以他就開始問說 那人到底是什麼意義 好啦 他問了一個好問題 可是他自己沒有找到答案 他沒有找到答案 因為他沒有投 有投的人就有答案 我跟你講 什麼是有投的人 有投的人可能 沒有什麼錢 比如說 Missionary 傳教室跑到台灣來 到樂森療養院 把泰國人換油 整四人 整四人換油 他甚至還把他太太小孩子都接過來 過的生活的收入非常有限 有三個地方 哪一家正常一般而已 但是整四人做這件事 為什麼 他為什麼敢不敢做這件事 可能學歷很高 可能他家裡家庭背景也好 但是他願意來 打完這鳥不拉屎 雞不聖誕的時候 把泰國人換油 換整四人 為什麼 因為他所效忠的對象 他效忠上帝 上帝叫他來他就來 上帝不准他來他也不敢來 你知道嗎 他以取悅他的效忠對象 為他生活生命的意義 他取悅他 所以物質上好不好不重要 他最希望取悅是他的神 你知道嗎 但是你效忠的對象 不對一順 比如說你IS 回教族他也效忠 他又有效忠 他又有效忠 他就去死的 死得很高興 整天人 你看這陣陣你看到 越嚇人 這人人不怕死的 他只聽從宗教領袖的命令 你知道嗎 一個是有頭的 一個是沒有頭的 一個是跟同伴一樣 你對的人都這樣 你以後要統治就下面這幾種 來 這Merone Five的歌 你有聽完 下兩人有沒有在聽 Merone Five 沒有 他都沒有更流行 這排名前十名的歌 這年輕人聽的歌 歌詞內容裡面居然是 Baby I'm playing on you tonight Hunt you down eat your life Just like animals, animals, animals 歌詞內容都在講說 我就像一個動物一樣 來追求你 這怎麼回事啊 年輕人喜歡這種歌 歌詞內容都在講 他像動物 他訴求是人動物的本性 我跟你講 大部分的consumer 消費者 廣告都在訴求你的動物本性 他不像你想太多 不用太多 當你的instinct 直接一出來之後 Just do it 做了吧 買下去吧 他在訴求人的這種本性 你知道嗎 來 這就這點 自然界的動物 生存關鍵 如何組織管理人民 那類人民大部分都這個 majority 95% 都是這樣的人 很少的人 才是有頭的人 你現在來 就是要做頭的人 你的統治 是會比較這點人 你先把它分類吧 最多會比較的人 你有吃的肉就好 這個不要講太多 來 先不講那個 好像講 mass public 都是這樣子 這不是我做的統計數字 美國每一年 在做那個 有關於投票 voting的那個 最後結果 百分之多少人 care不care的事情 來 問一個簡單問題 在座各位 在座各位 認為自由幸福快樂 就是你一生追求的目標 請舉手 嚇得那麼快喔 請放下 你認為我一生就是追求自由幸福快樂 有沒有聽得懂 有人聽不懂 我一世人就是對求自由 幸福快樂 這三人而已 那死的人去唱 好啦請放下 不是的人舉手 不是很好 不是啦 不應該是 為什麼 自由幸福快樂 應該是什麼 不好意思 我不是要讓你滾開 你在想 我會跟你講理由 自由幸福快樂 是副產品 不可以當作主要產品來追求 你知道嗎 我舉個例子 我要解釋給你聽 我要說服你 既然是老師在說我清楚 腦結疑心 他說 我以追求錢為目的 這個疑心你要看嗎 我以探疾為目的的疑心 你敢去看嗎 不敢 我嚇都嚇死了 這次也好 我看四五次 因為探疾 也不敢害死 但是如果有醫生 說 我以提供病人最好的治療 跟服務為主 這疑心 你要去看嗎 因為這樣子來很多病人 對不對 沒有錯吧 因為來很多病人 所以他賺很多錢 這樣對不對 可以吧 所以當他的目標設定對的時候 他伴隨而來的叫做副產品 所以自由幸福快樂是副產品 第一個 第二個 他是一種感覺 他不可以是你追求的 那你變成追求感覺的人 你跟我說什麼叫自由 我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有沒有花錢的自由 我給你多少錢 你才覺得你有花錢的自由 一個月給你五萬塊 夠不夠 零花藍珊 十萬夠不夠 一百萬夠不夠 一千萬夠不夠 還不夠 一億夠不夠 頂端就賺一億 每個月賺一億 這樣有夠嗎 你有自由嗎 沒有自由啊 自由是一種感覺 你在追求感覺的時候 他是永遠沒有止境 而且永遠追求不到東西 幸福也是 有一個女生 有一個女生 看一個女生 他好像可以帶給我自由幸福快樂 我就嫁給他 沒幾天以後 這個人聰明 全天沒做事 換人 他又換一個人 就跟他離婚再嫁另外一個 這個比較可以 這個又不行再換 這樣對不對 不對 但是他已經追求自由幸福快樂 能夠給他他就嫁他 沒有給他就不要 就這樣 他就因為這樣來決定 不對 照理說我愛這個人 我願意跟他一起建立家庭 對不對 一直 可能要吃苦 也可能快樂 都有 酸甜苦辣加在一起 建立家庭 生下孩子 一直組織家庭 爸爸做爸爸該做的事情 媽媽做媽媽該做的事情 小孩子好好念書 晚上回到家 爸爸媽媽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大家一起坐到圓桌上面 吃飯 享受自由 幸福快樂的感覺 這樣對不對 你要把目標設定對 照著原則去做 你如果把目標 感覺當作你追求目標的時候 你嗑到最快樂 你不要幹嘛努力 我感覺馬上就到了 我是追求感覺的人 現在給我這種感覺 我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對不對 如果這是我目標 我什麼事情 我就沒有做事情的原則 我只要賺錢 我管他錢怎麼賺 我只要能達到 自由幸福快樂 我就好了 這裡沒有moral 沒有原則 這裡不講原則 這是講的是 這種感覺 所以你們現在要重新修正 你是什麼觀念 自由為作人 洗衣官想法沒有錯 但是這句話 不應該存在 我們民政府的官員裡面 我們對事情 不要像過去媒體操作下來 那種思維方式 我們是教你怎麼想 怎麼想 怎麼想事情 不要take it for granted 以為就是這樣 都這樣 所以我這樣 去追求一種感覺 很糟糕喔 今天不講這麼多 這次就看了 看有罵的人請抓手 看不懂做話的人 應該是沒有吧 你不要去解讀旁邊 我們只是看話 來這一張看得懂 請舉手 看有的抓手 看不懂的抓手 看不懂喔 真的嗎 這麼多人舉手 前幾階都沒有這麼多人 好 我現在只問看不懂的人 只問看不懂 看得懂就不要講話 請問他是畫飛機大炮嗎 你看得懂了喔 第二個 請問他是畫男生還是女生 女生 女生 人真的看不懂 他是畫女生 沒有錯了 他是畫 其實是畫一堆妓女 這皮卡丑 我以後待會再解 他畫女生 然後他畫幾個人 一個人 五個嘛 那算得出來 他說你看不懂 都也看不懂 你知道過的人 只是說他畫的人 不像你以前以為的那種人 對不對 你過去都看這些人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就有沒有人舉手說 他看不懂 有沒有 有沒有看不懂 我跟你講你看不懂 你真的看不懂 你真的看不懂 他在幹嘛 他在幹嘛 他是誰 不是真的 你看 現在是維納斯在上廁所 別大號 維納斯在大號 這一幅畫的名字叫 維納斯在大號 你看 你看有沒有 你看沒有 你想說你看有 結果你看沒有 你看有的 結果你看有 結果你看有 你們發生什麼事情 是不是 你問我話題 要改了 我告訴你 過去這個叫做一點透視法 你看一個東西 從這個點不動 你觀察點不要動 時間固定 觀察點不動 看出這個 你如果從這個的話 這個怎麼看 怎麼解讀 我告訴你很簡單 這樣是水嗎 那也是一罐水 這樣也是一罐水 那一定要這樣看 沒有啊 這樣也知道 對不對 來你看看 這也是我 這也是我 所以時間固定 觀察點一直在動的時候 會產生不同的面 不同的地方看起來 這叫立體畫派 皮卡索開始 皮卡索開始 結果 這是1907年 你阿公阿嬤還做那段畫的 你現在看沒有 你看 有跟沒有 所以你藝術欣賞水久 是停留在一百多年前 百多年前 你阿嬤 做做那段畫的東西 你看看沒有 1907年 這個就是比較極限 觀察點更多的時候 複雜 變成這樣 Extreme 的Cubism OK 多 來啦 不講什麼 真正的抽象畫 就叫這個啦 它完全 但是 不管你畫什麼畫的時候 要做一件事情 你畫這段畫 這段畫 你從頭都要畫 同一個態度 對不對 你不可以 想想就開始跳這個畫 對吧 你從頭到尾都要寫實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畫這種立體畫外 你從頭到尾都要立體 不可以又跳回去寫實 你如果跳一跳去的話 就會變成這樣子 是不像 什麼都不是 一下這個立體 一下又是這個 就叫clutch 拼貼 亂七八糟 我們現在台灣人的腦袋 都變拼貼了 真的是亂七八糟 好 開始要講一個字 Consistency 就是一致性 我們剛才講畫 從頭到尾 對頭到尾都要用一致 Consistency 什麼叫Consistency 我跟你們解釋一下 我在講這個之前 我現在整個概念 是要講The Law The Law The Law不是法律的Law 這個Law叫做放諸四海 放諸宇宙接準的道理 叫The Law 我先講Law開始好了 Law 就是 這個原則 好來 先念原文 It's often used to refer Universal principles that describe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something 任何東西一個基礎的原則 這個東西叫Law 比如大自然有萬一的引力 兩個物件這邊產生引力 這個產生在地球上 叫做地心引力 只要在地球上所有的地方 都有接受到地心引力 是哪裡地方都一樣 這叫放諸四海接準的道理 這個東西有一個Consistency 一致性 在法律上 大自然有一個系統在Run 有一些原則在Run 那你只要活在這個系統裡面 只要你活在這個系統裡面 就受這個原則的限制 所以你要衍生出所有東西 運用Application的時候 都要尊重大自然的法則 對不對 我舉個例子 我要寫工程法 就是我們的建築法規裡面 你要起床 好啊 你起床要不要尊重大自然法則 要啊 大自然有地震 對吧 大自然有颱風 有水淹 對不對 所以你寫建築法規 一定要考慮這裡 大自然法則裡面有地心引力 你就可以起床 可以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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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在寫法律的時候 你既然活在大自然裡面 你要尊重大自然法則 你的法律 大自然裡面有男有女 就要生一通 所以你要寫民法的時候 你要尊重有家庭的制度 你要寫有男有女 你不可以亂 沒有寫性別 你要鼓勵家庭的存在 你要鼓勵婚姻的制度 就要尊重 你如果沒有的話 人就滅掉了 對不對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基本原則 你要尊重大自然的法則 來協理人的制度 我請問你 你現在原則 如果跟大自然的原則 互相衝突的時候 誰倒楣 人倒楣 一定是人倒楣的 所以我們學會 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就在尊重大自然的法則 包括我們現在講 萬國公法 國際法 都是在以北松的natural law 大自然法則為基礎上 建構所謂國家跟國家的法律 每個國家裡面 建構它的憲法 叫做mother law 在憲法裡面 建構所有的detail 民法 刑事法 什麼法律 在建構起來 所有東西都是有based on 這個東西起來的 OK 這樣知道了 戰爭法也是根據這個 全部都根據 這個東西裡面 有兩個字 一個consistency 我要講這個字 consistency就是一致性 一致啦 主導跟一致性 比如說我今天穿衣服 我今天穿西裝 打臉戴來上課 對不對 我左腳穿鼻鞋 對不對 鏡熊 右腳如果穿高跟鞋 怎麼樣 你這麼怪怪的 你有問題 也就是說我這個人 穿著上沒有一致性 Not consistent 對不對 我如果穿高跟鞋 一隻腳 一隻腳穿鼻鞋 我就說不一致 就inconsistent 我的原則 我的principle 沒有從他到尾貫穿 叫inconsistent 一個系統中不遵含矛盾 比如說 這個矛盾的東西 就讓我們贏很多 所有的法院裡面的訴訟 都只在證明對方不一致 inconsistent 什麼不一致 你的論述不一致 你的邏輯不一致 你的證據跟你所敘述的東西 不一致 你就輸了 整個法院裡面訴訟的來 雙方就只為了證明這件事情 你的敘述跟你的內容不一致 不一致 你就鬥了 對方指出來你就輸了 我們這次告美國就是這樣 美國以前 你是老大嘛 對呀 你已經講說萬國公法 這個國際法是你所尊重 這個是跟你的憲法 你所簽的條約 treaty 等同於憲法的位階 在美國的憲法裡面規定 它跟國外簽訂的合約 treaty的level 法律的位階是跟憲法等同的 那你要遵守嘛 對不對 好啦 你又是我們的證明國 你當然要applying這個law在我身上 你為什麼沒有這樣做 我們要照顧 再來他輸了 法院判決結果 其他部門要遵守 對不對 美國是一個consistent國家 它除了法院判的 行政部門 司法部門就要做 不 那個立法部門就要配合 好在美國是這樣的國家 你說你去告中國就輸了 因為它是人質的國家 它不是一個有系統 不是有一致性的國家 另外一個 Integrity 我們來講這句話 Integrity是什麼 你說的跟你做的是一致的 你表理一致 可能說Integrity比較不容易了解 我們來講一個 Integrity的相反詞 是什麼 叫做Dishonest 不誠實 那另外一個字比較不好 叫做Hypocris Hypocris Hypocris是在美國 美國人在幹嘛 你這個人表理不一致 你是偽善者 Hypocris 這對人家人格是很大的侮辱 你在村子裡面 村裡面要做老闆 是怎樣 你要做丁路 丁路大家都叫你去搶事 這頂在那時候 我來講 但是你要做丁路 你要搶事 你要搶事 你要一致 你在任何團體裡面做大 你大有一個概念 叫做Integrity 美國你要做老大 你在國際裡面 你要當老大 你的做事 你的方法 就要有一致性 不僅一致性 你的表理也要一致 你不要嘴巴上講說 你在東歐 克里米亞 蘇俄 Russia把你吃掉之後 你說你違反國際法 你對台灣怎麼這樣 你如果放給中華美國 劉王軍要把台灣吃掉 對不對 你一方IS說 你違反戰爭法 你是怎麼放眼 把我們吞塔 叫我們去做兵 這違反戰爭法 我們就指出來就好了 美國人 你不要當一個黑博人 你不要當一個表理不一致的人 我們自己顧著 你要做老大 還不是 我還給你管 你要叫整棋來 來 系統內部是 被統治的人民 思想上 以特定的史官 掌控歷史檢視權 以為其統治之格 我們怎麼證明一個系統有問題 如果在系統裡面 沒辦法證明 你一定要跳出這個系統 你小時候 做個娃娃車 你那車 有嗎 有爪子做的那一款娃娃車 我坐過 過期那時候坐娃娃車 你們都很想要走 這車會動 可以當作真的車子開 對不對 爪子車是不可能動的 所以你就在裡面 用力搖 搖到老半天 車子會不會動 不會動啊 原地動啊 你知道嗎 你的重心沒有改變啊 可是前後 你車子往這邊 貼的人往這邊跑 又回來 永遠在原地 對不對 叫做內力 你要出去 除非現在你哥哥還是姐姐 把你撒 整台車在當 所以你要證明一個系統有問題 你要跳出這個系統 你在系統裡面不能證明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你怎麼報仇都不是這樣 當然你在系統裡面啊 過去我去留學 1980年的時候 我就出國留學了 1980年出國留學 我們要去健談授訓 健談授訓的時候 就是可以思想教育 怕你說走出去 你就判 就跑掉了 不回來 每一個出去都跑掉了 為什麼 我們一出去回來看 這都騙人 你只要出國接觸到外面的世界 你就發覺台灣界是這種 是被close environment 是一個封閉的環境 所以你沒辦法證明它嘛 你在裡面所有的東西 都在支持同一個論點 要不然它自己如果產生矛盾 它自己會collapse 它會崩潰的 所以它裡面包括媒體 包括電視 包括學校教育 包括老師講的 每個人講的話 都在講一樣的話 都是騙人的 你知道嗎 你要證明你出國 所以過去為什麼台獨 有的沒有 都是出國了的結果 離開這個系統以後 你知道嗎 好啦 在系統裡面有一個很嚴重的 就是史冠 你講歷史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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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你擦 要替你洗腦 那你怎麼樣去看歷史是替你洗腦的 我跟他講 來 很多年輕人不喜歡我講歷史 他說老師 要做這樣的 對歷史沒有興趣 我要講歷史很重要 歷史怎麼樣 史冠非常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 選擇 選擇之後會展現行為 行為會決定你的命運 聽我慢慢講 任何寫歷史的人都有觀點 你我在座各位 有些人寫歷史的嗎 沒有嘛 你那麼偉大嘛 你頂多寫日記啊 對不對 日誌日記 或者校史 學校的嚴格史 對不對 公司嚴格史 你可能頂多寫到這個程度 沒有寫到國家層次 國家只有統治者這樣寫 他寫這個歷史 是為了要維繫他的統治資格 來寫出來的 每一個寫這個東西 一定有一個東西 你寫日記也好 你從頭到尾都是以自己 為觀點來寫東西 這電風扇對著我吹喉嚨我好痛 換個位置 這樣子 這個又會搖 吹你們OK嗎 可以啊 因為我這樣講 吹鬼鬼 那風對著灑了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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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 做一個這個東西 好啦 寫歷史有一種史觀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你的觀點 男生有男生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對不對 北美的印第安 有印第安的觀點 北美的白人有白人的觀點 誰的觀點重要 不一定喔 像手腳跟大腳就贏 沒錯吧 我跟你講 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結婚 當天晚上就可以吵架 為什麼 男生坐在那邊說 那女生就煮菜給他吃 煮了一兩道 你先吃 那些先生就說 沒有啦 到底煮好 到底要怎麼吃 女兒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 男生說 我們家都這樣啊 大家做定位一起開動 我們家做生意 每天都流水 誰人先吃 快吃 這就可以吵架 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把他 從小到大的生活習慣 掉到婚姻裡面 一結婚就表示兩個觀點要 怎麼樣 要尋求合作 不要的話就是衝突 衝突結果是什麼 吵架嘛 吵架嘛 吵架 翻點 翻點到最後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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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家庭層次的 你如果國家 就不是再見 再見 再見 國家就是台 國家就是 不是槍斃掉 戰爭 國家層次 國家跟國際的觀點不同 就產生戰爭 戰爭力要得為 是人 是人 這是觀點不同的結果 所以觀點重不重要 當然很重要 再講一次 史字關非常重要 觀點以上立場 立場所會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觀點就是這麼嚴重 所以過去 有人說 要台灣人一百四十幾百人 不算什麼 你有沒有聽過人這樣說 你有沒有 有沒有 過去有啊 前一陣子有一個 教授啊 你說二百四十幾百人不算什麼 他講啊 這樣對不對 當然不對啊 為什麼 史是台灣人啊 不是你們中國人啊 講這個話是中國人啊 是讓人教授啊 這代表什麼 但是我們的小孩子 是接受他的教育 給他洗腦的 228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怎麼說 明天二百我們老在這裡 我爸爸放錄給你們看 告訴你台灣人受難死 這是台灣人的受難死 對吧 放假嘛 你就回來 就笑來不見了事情 爸爸你在開玩笑 我在卡拉OK 我朋友約好看電影 明天放假日子 要衝到這麼奇戰 要衝到什麼 欸 我跟我的孩子間產生衝突 觀點的不同 他採取是什麼 是知那人的觀點來看這些事情 那中國人 欸 死幾萬人不算什麼 他人多嘛 對不對 欸 一降工程萬古窟 視萬名如草芥 他人坐啊 可以這樣抬啊 台灣人沒多少 不可以這樣抬啊 過去台灣人 因為收入門教育的關係 過去台灣人 因為收入門教育的關係 過去台灣人 都抓去監牢裡面 不到一個月要放出來 不到一兩個月要放出來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沒有想過 總督關 台灣人 不可以關太久 都要放出來 我跟你講 簡單的概念就是 管家不能對主人的財產 做任何處置 總督的意思就是管家 管家 管家 管家這財產不是你的 你負責管理而已 是因為在產生這種刑法法律的條文 因為這種法律條文 你受到保護 你碰到那種中國人 來幫你台 喔 親在台人都怕死 說這什麼野蠻民族 怎麼這樣做 是這樣啦 好啦 我現在不講那麼複雜的觀念 過去中華 中國流亡史官 就給你教這幾項 第一個 它有三個動機 掩蓋過去的罪行 OK 掩蓋並合理化 過去是台灣人的罪行 就是我剛才說的 透過理事官 跟你告訴你 二次誰這個人沒什麼 好啊 你就觀點就改變了 對不對 小孩子也接受他的觀點 再來 NOTIV設計未來 要竊取台灣 就是竊竊的跟他講 說 太羅宣言 不要跟他講究竊的合約 能夠處理一塊土地 最重要只有一個東西 合約嘛 我無關你宣言 說幾千塊 101也不會比你的 告訴你 101值多少錢 150萬 好 你拿出來 錢拿出來之後 交換 對不對 住不住 紙上面簽字都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嘛 一下跟對方家長談 一下跟誰 這個架裝 說到要怎麼可以簽字 對不對 兩個人同意一件事情 簽一個合約 都不容易了 更何況 46個國家同意簽字 在舊金山合約 是不是更嚇人 46個國家 同意同一件事情 大家在合約上面簽字 叫舊金山合約 這樣會幹 你這樣比就會了 再來當下你 結果說中國阿公要來打 趕去買負責 趕著自己來投資 結果都沒有了沒有錢 保護台灣 美國 跟中華民國軍隊 一點關係都沒有 結果你這樣騙了 就用史關百改變你所有的事情 我今天要做的是 幫助台灣人從支那系統裡面走出來 怎麼讓你從系統裡面走出來 至少你們有一個基本觀念 什麼叫做科學證據 辛苦了 邏輯推理 來 看這四張圖 我要你們舉手 perspective叫做 透視圖 透視圖 看東西有遠遠距 請問這四張圖裡面 哪一個最能代表透視 來 認為這個舉手 透視 看透視 認為這個看得比較清楚舉手 認為這個比較清楚舉手 看透視 一定會有人舉手 這個 對 這個才對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三個都一樣大 誰在前面誰在後面 對不對 三個一樣大的時候 你不曉得哪裡遠近 你後面變巨人 你越大 感覺出perspective 你會看得比較遠近 看得清楚 我現在要講歷史 過期台灣的歷史都被它扭曲 特定的史官給你放大 對 台湾史 算他要說大清帝國統治台灣史 再整百年了 台灣歷史有六萬年你沒去講 你本身大概50年的見識也沒跟你講 那病都很小 點到為止 你就扭曲 perspective 所以你要看歷史的史觀就看不清楚 我們沒有一個好的正確的perspective 你知道嗎 你所有收集到手上的證據 比如說法院收集到100個 禁骨 你全部都相信嗎 不是 你要分析 100個證據裡面首先要做一個動作 把所有證據 偽造的全部排除掉 對不對 不對的嘛 就是根本的是假的 不會拿到法院討論 所有的裡面還分ABCD四個級數 A級就是什麼 越上面越接近客觀事實 越下面越未定論的觀點 Point of view 觀點而已 上面是無法推論 科學證據再來歷史文獻 再來文字記載 再來推論假說 所謂的科學證據 接近客觀 基本邏輯推理 比如說進化論是有行不行 進化論 你挖到的東西都是點點點 沒有辦法連人一條線 我今天不是要講進化論 所以點到為止 物理性質 問到後院挖到一具女師 我說這是 4萬年前的木乃伊 慶哉公共 現在就用科學證據 我們探視室 幫你照 用半摔期的方法 測驗 這個女師的年代有多久 這個叫科學證據 這個叫科學證據 沒有要騙 就像彈道比對一樣 就叫科學證據 路人 假路人 以看到什麼 那叫個人觀點 完全沒辦法得到證實 再來 化學性質 我家後院又挖到一把刀 我說幾千年在這裡 待在這裡 那時候人家就開始 只要使用刀 會煉鐵 慶哉公共 用氧化的時候 你煉鐵完的時候 經過氧化結果是什麼 再來生物DNA 這個是最近最夯的 這兒子你生的 是啊 證明 我才在那邊奔向 你就把DNA拿出來 跟他的爸爸媽媽的比對 對了就好了 現在沒辦法慶哉公 過去人家慶哉公 現在DNA比對很準 一下就平安 這殺人是你殺的 DNA檢定就好了 待會兒我會越說越多 有棉花棒 這口腔這樣刮一下 送到實驗室 兩天就出來了 單純紀錄發揮 再來歷史文獻 這裡面有客觀 我剛才說歷史文獻 有分好幾集 兩個國家簽條約 跟46個國家簽條約 是完全不一樣的意思 對不對 你看那麼多國家同意 這不一樣的意思 簽條約跟 文字記載 現在不講那個字 文字記載 挑釁假作 分級數 來 說到這個 這個你們看過幾集 上過課的 上過課的不算 上過課的是吧 沒有看過的人 我講給你聽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國家地理雜誌 你上網去打 Human Migration Map 就可以知道 你去玩 Human Migration 它是國家地理雜誌做的研究 它過去的這幾年裡面 採了70萬個 70萬的 sampling 70萬很大喔 通常做台灣的整體研究 500個樣本 就很大了 就可以cover 採蓋全台灣 你是做統計學 你就知道了 70萬個樣本 首先要給你們一些背景知識 就 人在生疹 你在傳宗接代的時候 你的染色體會複製 男生的跟女生的 合在一起 產生下一代 但是在複製 duplicate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誤差 那這個誤差 就變成一個記號 一直延續在你 所有你生出去的後代 都帶著這個誤差 所有你這邊出去 都帶那個同一個誤差 因為以後的誤差會不一樣 以後的誤差會不一樣 所以按照這樣的倒推 就可以把你的祖先抓出來 國家地理雜誌 就是因為這個 把所有人類 從哪裡到哪裡推出來 結果看這個圖 你看 所有的人類從哪裡來 這個箭頭 所有人類 結果到最後 六萬年前 是從非洲這個地方來 所有現金活在世界上 所有的人類 沒有例外 你不要以為說 人是突然 動一個 跑一個 哪有功 都都要後進化同一個時間出現的 不可能 對不對 你們聽得懂 如果進化是到處在發生的話 亞洲同時進化 不會講好時間的 不可能是這樣子 最後所有的人類 從一個點出來 非洲 那有的就開始 往北 往東 和西 六萬年前 之後再衍生到四萬 三萬兩萬 有人說 許老師我比較有興趣 是挖堆都要來的 我們就看有一條線 叫做 M174這條線 從非洲出來 南葉門 走到印度南部 走到佐華半島 下來半島 然後這時候 跑到台灣 四萬已經 四萬年前到台灣了 四萬年前以後 再找一堆 要跑哪裡去 你們會看地圖嗎 現在跑哪裡 現在找一堆 日本 日本之後再找到 朝鮮北部 所謂的韓國 到最後一堆所謂的 都一樣 中原地區 對吧 沒有錯 在中原地區 這些所謂的幾個人 有從歐洲來的 歐洲 東亞來 東歐來的 有從蒙古下來的 從印度這邊 還有從南部這邊上去的 所以十幾種人 在幾三萬年前 就在這個地方生存了 對不對 中原這個地方 有十幾種人 進去混 所以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住在這邊的人 是雜種 因為十幾種人 在同一個地方 住了幾萬年 不混才奇怪 所以合理的 他們是雜種 那時候韓國人說 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起到哪裡 可是韓國人有沒有講錯 沒有 從DNN來講 的確 之那人的一部分 是從這邊過去的 對不對 從韓國過去 可是 韓國人從哪裡來 從日本這邊過去的 對不對 日本人從哪裡來 台灣過去的 到哪裡 你這邊 所以 台灣人聖中追遠 要追到哪裡去 追到非洲去啊 中國人追到台灣來 我們是他的祖先 他就要把我們拜 不是我們要拜 所以 我現在青年園節 你跑去拜 去拜 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台灣人就被祖了 你如果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被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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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你四萬年以來的祖先 他被 稀釋掉的 不是我們被稀釋掉的 所以我們才是 貧埔族跟高砂族的後代 住在這土地上 沒跟人家接觸 到最近才開始 所以他要拜我們 不是我們拜他 可是他利用政治的語言 來跟你講 說他是我們的祖先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我說台語我變成中國人 我祖先對那個人 不要以為你講客語 你會變客人 不是 你一邊沒有出 跟國際的後代 就是在生肯四萬年 他們大清在那邊統治兩百多年 就像我跟妳講 改變妳的姓氏語言宗教 把妳改起來 妳想說妳是資納人 結果妳最好的 Dr. Spencer講過句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歷史故事 都不要再編了 是記載在妳的學藝裡面 Dr. Spencer講的 科學證據 所以小民進入問題家 不跟你胡說八道 不過是畫大筆交易去追求 我們講的是科學證據 歷史上的事實 邏輯的推理 就這樣子而已 可以接受就來吧 大人人會偷偷偷 你們要真相 告訴你真相 你吃得下來嗎 你還去拜嗎 還去拜中國做你做什麼 不對了耶 你的姓氏也不是你的姓氏 所以我現在改了 我的名字叫大山 大山 所以不可以 台灣最大的就是一顆山 還有玉山 新高山 對不對 這是時間點 六年前對家傳 你看顏色 切得慢慢變深藍 這圖也不是我畫的 你是誰 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拜國封到你 你就叫拜國好了 發生什麼事情 我跟妳講 這叫魯賓孫飄留記 看過 魯賓孫飄留記 過去 這段耶 1719年的一個小說 有一個白人 坐鑽 到那個地方 封印很大的 那鑽就沉下去 所以他就走的 走的 走的上面 把村的物資 在那裡去一個樹屋 到那幾個月後 當地的土著來找他 他封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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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 我在禮拜五碰到你 你叫我禮拜五 你們覺得好笑的原因是什麼 你覺得好笑的原因是什麼 你覺得好笑的原因是什麼 叫你又是這個土著給他賠名 那是白人給他賠名 是不是 對 他是在地的 他是外來的 外來的在在地的賠名 那很奇怪對不對 你懂什麼 所以我給你問一下 有什麼事情 無親的名字叫台灣 不是 無親的名字叫什麼 FOMOSA 也不是 無親叫什麼名字 無名 一個土地上生一攤 幾個萬年不跟外界接觸 你為什麼要有名字 有名字 有名字 北米印尼人叫印尼人嗎 也不是 那是白人給他賠的 白人發現新大陸嗎 不是啊 老早就有人住在那邊 那名字是因為你跟外界接觸 那名字是因為你跟外界接觸 北米那時候印尼人幾百層 幾千層的人 互相之間 叫名字是 我給你賠名 為了要跟你互動 你不跟外界互動 台灣這島上 只有不同的族的 部落的名稱 沒有針對整個島有一個名稱 因為你沒有跟外界接觸 你自己自如的 你以為世界就這麼大 不會離開這個海 所以台灣本地無名 但是我覺得 FOMOSA很好 FOMOSA 我先說這個 毛利人的台東群跟發現傳家寶 毛利人 紐西蘭的毛利人 跑到台灣 台灣裡面 他去參加那個博物館 看到他的玉器跟我們這 北南的椅子搖出一模一樣 走一下 他看怎麼這樣 他跟我們造型的一樣 叫做巴兔 巴兔 巴兔是早期毛利人戰爭的時候的武器 現在變成傳家寶 很多考古學家 歷史學家認為他們 我們從庫克群島 波辛尼里亞地區的來源 甚至於科學家發現 毛利人 跟台灣的原住民 跌很接近 不用很接近 我現在已經把 大的factor畫出來 對不對 大的factor就是人類遷徙圖 毛利人就從我們這裡去了 這度已經出來了 所以所有的考古 考古的證據 搞不定 有一半可以扔掉 什麼叫做考古 過去就是歐著的東西 我就建立一個hypothesis 一個假說 然後再把證據去求證這個東西 如果不對 我重新建立新的假說 再來證實一次 是這樣 那是古老的方法 現代的方法不是這樣 我DNA直接第一集的證據就出來 春日就fitting to this puzzle 一個一個就到位了 時間點 人類歷史的時間點都挖出來了 你知道我們是什麼人 對吧 你們現在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這FOMOSA 你看 1920年 我們這個土地 在國家地理雜誌上 FOMOSA BEAUTIFUL 哪有用台灣 沒有 FOMOSA BEAUTIFUL 對吧 美女還把台灣轟炸 從美國的飛機上面照下來的照片 上面寫什麼 Tons of explosive FOMOSA 你說什麼台灣 沒有啊 我跟你講 舊金山合約 上面是一個peace treaty 二條B Japan it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MOSA and the pescadores 蛤 要跟我說台灣 沒有耶 我跟你講你在合約裡面 你的簽字 買房子 買房子都好 你的合約上面會寫 這是阿文怎麼買 你會有你的小名嗎 不會耶 一定寫好 你叫做陳徽文 或什麼文 對不對 身份證號碼押上去 電話聯絡住址都押上去 戶籍 你生怕你這個章拿去 你章拿去 幾千幾百個 所以你在合約上面寫字 已經寫得清清楚 特別是貴重的東西 防止地氣這個東西 所以呢 跟台灣這塊土地有關 就是什麼 舊金章合約 舊金章合約 舊金章合約是以中文版為主 還是日文版還是英文版 英文版 英文版就是你真正的名字 你知道嗎 英文版如果講FOMOSA 你就是FOMOSA 你知道嗎 我們的國際上的名字 就是FOMOSA 清楚了吧 說到這個 你什麼時候開始知道自己存在 這個世界上 你當時開始知道 我這個人出事在這個世界上 什麼時候開始知道呢 我跟你講 從你開始吃媽媽的奶開始 你嬰兒剛出生的時候 好 肚子餓了 媽媽餵你奶 你第一次跟你 除了你自己以外的接觸 那時候你就知道 有sense到另外一個存在 你就慢慢建構你的存在感 吃奶 跟你笑 跟你撈 再來弟弟妹妹來跟你玩 你的reference point 你的參考點越來越多 再來爸爸家裡的家族 外面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你就慢慢建構你的存在感 所以從小 保護長大的小孩子 長大的時候 就有一個sense of existence 存在感越強的小孩子 怎麼樣 自信心就強 自信心強的小孩子 怎麼樣 學習力就強 學習力強的小孩子 怎麼樣 以後就可以貢獻這個社會 對吧 但是在這個建構的過程當中 存在感很重要 如果發生問題 譬如說 我打耳光 被打耳光 把你吊吹八 這baby會嚇一跳 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你很自然的反應 我肚子餓了 快打 你怎麼會怕到 對吧 所以我過去去育肉院裡面 帶一些院童 我帶水果 我帶他們遊戲 就讓他們高興 可是每一次在辦遊戲的時候 活動的時候 總是一兩個小朋友 躲在桌子底下 不要出來 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你叫他 請他出來 他不要 他嘴巴繼續吃喔 出來 後來老師跟我講 他們都是受虐兒 所以從小孩大小 就靈體大小 他沒有自信心 他很有很低的存在感 他不想你知道他存在 他不想你知道啊 他就躲在那邊角落 動作我沒在 繼續吃 過去的台灣人是這樣 我是台灣人 爆下去 我台灣人 說台灣人會 發生 給你發錢 所以你們台灣人都是受虐兒的臉手 你知道嗎 當你在形成你這個人的存在感的時候 被否定 不僅被否定 還被懲罰 還加另外一個名字在你身上 什麼名字 你叫中國人 奇怪 我講我媽媽給我講的母語 不對嗎 我在形成 我的共 我的這個人存在感的時候 我被否定 被虐待 又套一個鬼名字 你知道為什麼是鬼名是嗎 知那為什麼 中華民國是不是鬼名 是鬼境館 是啊 所有離開他原來的身體 到另外一個地方 不是鬼是什麼 離開你的身體 不是鬼 是不是鬼 是鬼啊 中華民國 他的憲法 到今天為止 沒有包括台灣 這不是你的土地啊 你的憲法 怎麼可以執行在你的 林土以外的地方 那不是很奇怪嗎 那模樣沒有一隻嘛 所以真的是個 詐騙集團 不光是詐騙 他是鬼 鬼境館 辛苦中國 不在台灣 鬼仔對 實體 他要做什麼事情 給你附身 鬼仔虎心 對不對 鬼要附在人身上 現在要整個冬灶 我講一個例子 過去 在格拉森 聖經 聖經上有講一個故事 在格拉森這個地方 他是天然的石灰岩洞 石灰岩洞 水滴下去 九灰 人生一顆一顆一顆 久起來 一個洞越來越多的話 很適合當什麼 棺材 就不用做冬茶 在這裡人家四朵包包 待在那裡就好了 久而久之 格拉森這個地方 之後 它看到東進去 中間我們 Twitch 有石灰岩洞 叫救護神就衝在他頭前說 喔!永聖上帝的老子 我的時間不夠,你現在來是什麼 順便叫我下地獄,現在就要下去了 耶穌不跟他講話 問他錢,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你說我叫群 群啊,一群在群 為什麼?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耶穌說從這個人上都出去 命令他出去 這群鬼就走出來了 附在豬的身上 一群豬兩千頭就走在海裡陰市 這個人恢復理性 他就把衣服穿上 他就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 整個台灣不是這樣 叫火腐心,人家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說我中國人 你說鬼子贏 那標是我們台灣人叫鬼腐心 你現在法律就是很律采 這鬼子就要走 鬼子走的那時候 下屍沒有鬼子走的是什麼人? 我剛才說餘孽 說得直接就是當季 還是肚頭 鬼子負心的人 為什麼?他以前是靠這個鬼子 儘管在探家的 吃穿喝的 鬼子要走他就沒飯吃 黑心也要老的 什麼人?中華民國裡面的 民進黨 清明黨裡面台灣人 台南 那就是以前 扣中華民國的系統 在吃穿喝的人 民進府要站起來 他們隊伍要出發了 台灣軍要出發了 他還在牛後腳,阿伯就完蛋了 我們一定會處理 你們都知道法律在這邊 為什麼還不趕快過來 你明明是台灣人 又抓到嘴火的王子 發現自己的身份了以後 怎麼辦? 你們 現在發現自己的身份 你們是什麼身份 現在知道嗎? 你們是誰? 什麼人? 很好喔 像說台灣人不夠喔 你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你今天 之所以接受法律上的保護 是因為你成名的身份 不是台灣人的身份 因為你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你在戰爭法才保護到 過去美國去國贏的時候 美國要把政府交給台灣人 林志森要拿 林博士要拿 說你也不行 你又不是台灣人 你又不是本土台灣人 你怎麼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 對不對? 你沒辦法證明啊 所以我們的身份的決定 不光是血統上 我剛才告訴你 血統上是一條路 另外一條路是我們 政治上的真正的身份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這個是唯一讓我們做到保護的地方 過去美國賣給你的原因是說 你好了 我是責任者 但是被責任地的人 是誰人? 被佔領地的人 百姓不見了 因為你都去拿中華民國的護照 被佔領地的人不見了 我怎麼恢復佔領 所以你要先出來 所以再叫你去辦身份證 所以身份證 對我們這個人的identity很重要 想辦法一定要把這個弄出來 那怎麼去辦身份證 1945年9月2號 以前在這個地方 有戶籍的人 你就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你怎麼都證明了 要不然你沒辦法證明你是誰 這是法理上的東西 不是說我現在樓上要回 我是大人 比較過世的 不是這樣 是用法律上的定義 很清楚很明白 那怎麼辦 回到原點重新出發 回到哪一點 戰敗那一點 所以你現在國民黨 黑白病的那個村 去買耍 耍後 倒回去 當時 不管你的房地產 去買去做 最後回到大日本帝國 戰敗那一點 所以這土地上 偷在誰人的 過去國民黨 亂附的東西都會環回去 就這麼簡單 這個我不講太多 OK 導演人對這個還不太清楚 我再加一點料 種族滅絕 什麼叫種族滅絕 Genocide 這個字叫Genocide 西班牙國家法院 19號根據普遍管轄的全原則 對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前國務院總理李鵬等五名 中國前任高官發出逮捕令 理由是這五個人涉嫌 對西藏犯下種族滅絕罪行 這將使得江澤民等人 如果走訪國外 可能遭到逮捕 中國官員則強硬迴槍 哪個國家受禮此次 將是自取其辱 有膽就來吧 這是什麼意思 奇怪 竟然抓到 撞到的時候 怎麼說好膽就來 好像是差辣的一樣 兩個理由 請問你 西班牙是個大國嗎 不是嘛 對中國來小國 你好像跟我們總理這樣 外人要跟你怎麼樣 比如說不跟你做生意 你的東西不能來這裡 應該給他修理 結果不敢 第二個原因 一個是因為西班牙是歐盟一份子 你不敢去惹他 你惹他惹了歐盟嘛 西班牙的法院如果是歐盟一份子 法院判的結果歐盟都會遵守的 這是一個原因 另外原因是什麼 真正有意思 中國人真的是對西藏人 大量的中國人移民到西藏去 超過他原來人口 而且想辦法改變當地的語言 改變當地的宗教 難怪那個達賴人 不得不帶一人 逃走去西藏團長 美國給他做一塊堆 對不對 為的是什麼 老爺的症 留他的種 要不然這個種 會在地球上消失掉 中國人很假笑 保育熊貓 我們會請全國之力去保育熊貓 因為熊貓快要滅絕了 你一個人對動物這樣保育消滅 你怎麼對人這樣 你為什麼對西藏人這樣子 要把他滅掉 所以表裡不一致嘛 這個hypergy 偽善者 中國人實際上在執行的就是 種族滅絕 種族滅絕不用殺人的現在 大量人人靠一百 給你滅絕就好了 大量開放中國人來台灣 給你台灣人滅絕就好了 過期我們台灣人正白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那時候北部說 不要叫過新郎 不要叫中國人 有啊 為什麼呢 雖然他們不太懂 可是他從本性裡面知道 媽媽知道 這年中國人來了 我們要給你滅絕 他不會記是什麼人 我們這個人的滅絕 我跟你說 台灣人可以嫁給 美國人 非洲黑人 南美洲人 什麼人都給韓國人都可以 就偏偏不可以嫁給支那人 中國人 為什麼 為什麼我不是種族歧視喔 因為全世界對這塊獨立有野心 就是他們啊 對不對 全世界對台灣最有野心就是中國人啊 他過期就對台灣人做這種台語 用 你滅的方式讓你台灣人消失掉啊 但是過期 國民黨在台灣做的 所有每一項事情都是這樣耶 我跟你說 猶太人對這個很敏感 因為以前六百萬人被殺 叫種種族滅絕 所以他定義 在1951年的時候寫出一個定義 下面叫做種族滅絕 其中有一項 Forcibly transfer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就是給你們送給對方的 教育啦 我們現在就是啊 我們年齡要做他支那人的教育啊 讓你賣去你奔土台灣人啊 人還沒說啊 沒說 對啊 語言去用改啊 你的俗信用改啊 阿拜就沒台人 你還會跟他男 還會跟他結婚 還想說大家一起人 台灣人不要嫁好心喔 不要說 大家生活在一起不是很好嗎 不好 絕對不好 因為你人要不去耶 全世界最沒有資格講說 種族融合時 爛台灣人 你人都沒那麼多啊 你要跟他大方什麼 你就沒那麼多錢 要嫁台風 奔土人 很快台灣人就從地球上消失掉了 那是特殊的種族 在這土地上生長4萬年耶 我跟你講台灣民政黨 現在兩個大的主軸抓出來喔 哪兩個大主軸 哪一個人 這叫歷史上的論述 主軸抓出來 另外一個是政治上的論述 那是什麼身分 政治上的地位 國籍 這個拉出來 所有的定義權 現在我們掌握在 我們是根據事實 科學證據 拿出這兩個定義 這定義 這定義照出來沒人 可以自己打 這根本就不用說了 除非你可以提出反證 否則就一直這樣下去 跟你們講就是這樣 不要說太親 來 今天在時間上 拉長台灣的史關 在空間上從不同觀點 從M174的觀察角度 從M174的觀察角度 你看到鄭成功佔台灣 對不對 民政時期 鄭成功的勢力範圍多大 這堆而已 是不是很好笑 但是他課本上 不知道 我以為是佔了全台灣 很簡單嘛 請問鄭成功佔台灣 你如果是全台灣的話 你到底那當年的預算 是多少錢 你錢從哪裡撥出來 大清地方那些有多錢 你撥來建設台灣 不可能 對不對 他就到處設一個 屯肯區而已 他沒那麼多錢 也沒有那麼多人力 可以佔台灣 大部分那時候 勢力範圍這邊是荷蘭 這邊是大杜王國 這邊是西班牙統治的地方 那些地方他們 任何一個國家 那時候 勒澤蘭成日治 這些外國的商 大杜商社 對台灣的所有調查 投資 甚至於幫台灣人寫聖經 他做翻譯語言的動作 做了所有調查 這才米幾斤多少錢 有多少手 手 什麼種類都給你分析 你去看他那個 現在在荷蘭 還有這本書 過去對台灣大大小小的紀錄 大清理又沒有了 那就是落後的國家 那有那些材料 怎麼通知一個地方 不知道 他們也沒有那個能力 過去中國人來台灣就是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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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equate compost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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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要求 地理由 市民黨 dio Cy auf eic 民治 Solidнихifique 市民民黨 明治二十九年第三代總督乃木熙臉 再來鵝魚 鵝魚人太郎 那時候鵝魚沒在台灣 大部分時間是後團薪品在台灣灌的 第四代總督 你看警察制度財政二十年計劃 殘族把咖廢止 唐葉勝策決定 神社創建學校準備 都有啊 再來 我這錢 日本帝國議會裡面 通過預算多少錢就多少錢 你們都可以用日文去查 現在日本 日本的那個政府機關 都有資料可以查 多少撥到軍事費多少 預算明治二十八年多少錢 農務 日本帝國歷代總督司機 佐久間走馬下來 到大正五年的時候有什麼事情 你看 農會設立內部農業移民開始 台北市街道下水道設置 縱貫縣全通 中央研究院開設 化學部 衛生部 松山療養 就費結合那個 博物館開設 再來第六代總督 安東真美 都有 明昭 1819年台灣電力創立 縱貫鐵道中部海岸線開通 我現在要說的是田建智郎 這個 為什麼那一年 那個 黃太子來台灣 那有一個問題 台灣人瞎拍給他說 不要來啦 這很亂 結果總督回給天皇的一封信 瞎想 哎呦 開始 台灣思想之惡化 是因為在東京的學生 在台灣沒有多少人 但是他們就傾向於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 但是要不然又很危險 一般人民是非常的忠實 順良 敢是一同 一視同仁勝恩 沒有危險 你也讓他來 這很奇怪 過於大清帝國對台灣人的形容是 男無情女無異 對不對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過於大清帝國對台灣人的形容是 就是這樣 但是一本人 他們怎麼會這樣說 總督呢 說很順良 很順良 我說一個簡單的比喻 我結婚 先生對我好 我幹嘛跟他反啊 幹嘛一天哪有跟他吵啊 你照顧得好好 我不會反啊 所以我們北部那一代 都跟他說一本時代多好 你沒辦法勉強 他講不是真心話 這是真實的事情 真的有可能的事情才有可能 對不對 這過去的台灣人 長這個樣子你有沒有看 你們這時候各位女生 穿衣服搞不好還 還沒有當好 這一九二幾年的時候 穿法國的定制服 你看他穿著衣服 開著口 項鍊 你看男生穿著西裝 這台灣人 我跟他講的名字 杜聰明 他以前高雄醫學院的創辦人 後來台大醫院的首任院長 還第二任院長 杜聰明啊 帥不 演奏啊 這裡面的台灣人 每一個都很演奏 又漂亮 這台灣人 這過去的台灣人 台灣人現在的臉書怎麼變這樣了 真的 我每次上課 我就覺得很sorry 過去台灣人是生很這樣 這是留歐美的 我跟你看 台灣人過去 1943年 台灣人小學一共1099所學生 932525人 台灣人民的義務教育 普及率71% 全亞洲子弟於日本 先進國家了 再來 1928年設立 台北帝國大學 日治時代 台灣人留學日本風機相當盛行 1945年 1945年統計 留學過的台灣人 公計20萬 20萬人 台灣人在20萬人 留學 裡面 剛才我來講 同學路 歐美的學校 這個 鹽水龍 到France 學美術 有學化學 有學經濟 有學神學 政治學 醫學 有沒有 這裡面 今天我請教了 U of Colombia 哥倫比亞大理 長城城的 U of Colombia 有沒有看到 這是美國的 U of Illinois U of Washington Seattle 就在那個Startbox那邊 那時候你看 吳錫元 那時候就去了 你看 有沒有 林獻堂 這些 這是歐美留學方名 有沒有 同學部 同學路 都留歐美的 義大利也有 我們這邊有義大利 有留學 拍戲的 這裡面有一個人 要特別提到 叫做 紅條金 出沒台灣人 對不對 他說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 就是他 我就想說 他為什麼會這樣講 記載的資料就知道 你看 紅條金 MA 政治學 美國 U of Illinois 畢業 到底要吃頭了 南京政府外交部 你不覺得記起來 你日本人 怎麼知道 南京政府外交部 就吃頭了 外交部 那是人家 那是西中的人 才可以一直在做 難怪是之後變成這個 說我是台灣人 跟美國人說 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就是這樣 跟台灣人出賣 就是這樣 再來 好 我現在時間不夠 我們直接看影片 我今天 放的影片 照片 都是從幾個地方來的 去誰去 留 求誰 貪母 這過期 是台灣人 那時候宣教台灣 1885年的時候 過去台灣人 平均壽命 35歲 很早就死掉了 來台灣搬水機 我現在說 大慶帝國那時候 台灣人是這樣的 我的資料 從這地方來 先給他reference 你們自己上網也可以看 然後那個 阿K 給一下照片好了 我這個可以按嗎 可以喔 水 來 這皇后旅館 大哥 Mckay 是加拿大人 在Princeton 念神學院 來台灣的時候 188多少年 剛住的皇后旅館 天天都 頭前面就不睡了 一定了 馬街在那邊 搬水機 在當地吃東西 辦主流學 教授 以前的台灣人 以前就這樣 廟 淡水 這個是什麼 這什麼東西 看得到嗎 漢語喔 這叫做檳榔西絲 過去 阿嬤吃檳榔 也不會檳榔 嘴這樣 我們的檳榔西絲 找那麼漂亮美女去賣 難怪那個人口降不下來 叫阿嬤去賣保證 吃檳榔的人口 會急速下降 本來就應該這樣子 你哪有叫拉妹穿短期去賣檳榔 人口不會降不下來 你叫阿嬤去賣保證 不用什麼董事機 勸人家不要吃檳榔 不用勸 這個就有最好的說服力 來手機 來 關機 來 關機 西鄉重道 牡丹色事件 你們上網去查 我只給你們看照片 以前我們的高砂族的人 出臭是什麼意思 鬥頭 把頭砍下來 這個北白川宮 親王在奧底登陸的時候 你看 我們的高砂族去征服了 我們高砂族青年拿鐵鍋 上面掛什麼東西 不是菜頭 人頭 這一個一個都是人頭 以前出臭就是把人頭抖起來的意思 這個你們看 他們在原住民 我們高砂族的慶典 慶典的時候 大家唱歌跳舞很開心 對不對 媽媽們在這邊 小孩子在這邊玩 這是日本軍官 你看他手上拿什麼 人頭 拿人頭在海 可愛 很可愛 當時1920年的 高砂族 那時候 慶順的 教他怎麼開最新式的武器 你看 那時候日本軍官在這邊 日本人 我們台灣的頭目 都在這裡 你看 兩隻腳中央都放了一顆什麼 那都是人頭 那時候 我們白毛做 去用台6000多顆人頭 日本人幾百顆 所以洗澡的時候 很小心 你都要衛兵看守 我一下子 頭一涼就再見了 這時候 那時候就是有 學校裡面辦園遊會 結果高砂族的人衝進去 把人全部殺光 那時候 唯一的生還者 幾個小孩子 日本老師 把他放在 糞坑那邊 藏掉 他是唯一的生還者 剩下的照片太殘忍 你就不要看了 我就不給你們看 就看這個照片 生還者的照片 後來就接受教育 你看 就開始學習 然後 第八連隊進來台灣 空軍第八連隊 然後小朋友開始用蠟筆 畫彩色的圖案 第八連隊 你看 你看 房子開始蓋成這樣子 這是什麼 台北市第三高路的女生 漂亮不漂亮 有氣質 我跟你說 過期的台灣人是生很像這樣 又有氣質又漂亮的 第三高路在台北 坐有坐像 對不對 你有特殊 每個都聰明 很聰明 而且基本的雷手 怎麼辦 你看 真的每個都美女 我現在發覺 每個都很漂亮 奇怪 怎麼那麼整齊 明星臉 你講這不是原因 為什麼會單純 為什麼 他們臉看起來都很單純 為什麼 那個年代不是這樣子 你那個年代 比中國看 就不是這個樣子 我現在跟你說 那是日本教育的結果 要知道 你要講出個道理出來 台北鐵道旅館 那些教育給你思考 那就是帝國式的教育 你看 這是北一旅上嘉珍課 會要清 會要 你看 那時候 打進馬來尼拉的時候 我們 上街來遊行 慶祝 這是哪裡 有人知道 那些給我賠的 那是叫做公會黨 公會黨 那是台北市民一人交一塊 蓋起來 台北市民一人交一塊 日本市來蓋起來 後來中國人來就給你套 那是中山北路 那是中山路 那是中山堂 那是中山橋 都叫中山 那中國人給你改名的 這叫台北公會黨 你知道 公賣局 台大醫院 這看到 所有的 你們說的中山堂 公會黨裡面 那時候就這樣 那時候有冷氣了 那時候你看 大廳 看電影的 那時候的餐 餐廳裡面 你看他怎麼擺設那些餐具就好了 你就知道這個是很乾淨的 那時候的衛生條件 自動擺餐具的方式 你現在還都很少看耶 我們還要高檔餐廳 那一般吃攤販 根本沒有這種水準 一樓的娛樂室 打撞球 這個西餐廳 那一樓的日本人 一樓的台灣人是這樣 你看 三個山路 三線路就是快車道 兩邊有樹 再來慢車道 這當時的 我說一般時代就是這樣 什麼 我們說什麼 紅葉這麼可能用酒頭 用那個手機去那裡講 有那麼可能那就是難民教授嘛 一般時代 這是任何一個國小 台北市那些哨棒對抗賽 華山小學隊南門小學 每一個棒球隊 台北市的小學棒球隊 都有帽子 都有制服 都有手套 都有球棍 都有棒球 都有對齊 有教練 那時候台灣人就是普遍的 是帝國 才會打到最後K弄打到冠亞軍賽 你不說你鄉鄉會走到那裡去 這是過去的台灣 這是什麼 公車 那時候就有公共汽車 也不用教你排隊 日本人都會排隊 那時候台灣人就是日本人 台北市的全身 又全身 台北神社 那這 超山的那個 運床 飯店 這是什麼 以前建宗的學生 建中有臭屁嗎 很棒 以前建中的學生 帝國的小孩子 這是什麼 後天不是人 管前路走到最後面這個 叫台北博物館 沒有人在殖民地蓋博物館 所以台灣不是日本的殖民黨 變成領土的一部分 才會蓋帝國大學 才會蓋博物館 你知道嗎 才會花那麼多錢 沒有人幫殖民地蓋博物館的 這是農町 對現在橫陽路那邊 總督府中督府上面看來 可以準備要放影片 然後這是 你看 這是以前的照片 不是最近的喔 北斗那裡的電 火灰車 這叫做Live magazine上面的 台北車站附近 你看來的青茶 這是什麼 中山 中山橋 不是啦 明治橋 那時候 中山北路高的表參道 走到後面就是這個球 過了一個球 就是圓刷 就是神社 新家 後來 中國有人把你蓋一個圓山飯店蓋在上面 要壓制 不然把台灣人押擦掉 把你球跳回去 就是這樣 他在破壞台灣人的文化 不斷的破壞 每一個 中國人做我們的市政 就開始破壞了 你知道嗎 你看 知不知道 台灣博覽會 現場 那時候台灣人就這樣 新公園 看來 台北車站第二階段 那時候大學先修班的學生 年輕人穿這樣 抽煙 喝咖啤 那時候是一個時尚 穿著煙 掃包 大學先修班的學生 等於育科 那時候就很厲害 那是精英 才可以去唸這個 那是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台北公會中 那些什麼 國標舞比賽 有日本老師 照來台灣 國標舞 跳國標舞 你知道嗎 那時候你看 你們阿嬤那時候穿的衣服 就比你們這邊比較注意 你看他穿著打扮 是不是 那時候你講 193幾年 的事情 被展已情 請殺請的被你們在座還講究 那怎麼辦 是不是很可憐 我在找一個鄉下 足東的鄉下的鄉下幼稚園的照片 就這樣 足東喔 新竹車站 台中 公園 海軍 大日本帝國海軍 下來的時候 雁客 對啊 台中的綠川 漂亮嗎 小京都支撐 來阿K我們要放影片了 我走快一點 天皇來的時候 不要 看我們有 你不要 你不要 第一次 沒有 你不要 那時候 你不要 我不要 你看 你不要 就知道人來 像台北其他建設 村那都是偏遠地區 這也變這麼久了 這是江南大去起工當天的照片 在阿里山 台南 中華 水源地 每一家戶都有自來水 要有水源地 別山頂 台南 這是什麼 台南女中的畢業照片 穿很多衣服 鞋子乾乾淨淨 記得 清清楚楚 乾淨 洗了 全白的 頭髮整整齊齊 台南女中 台南 台南恥沾 過去台南師範學校有水嗎 過去台灣的高雄 天皇來的時候閱兵 高雄太久了 你看這是高雄軟式棒球 全台灣各地都有 那時候高雄港就這樣 請他把他手機拿走 我這樣會影響到我上課 幼稚園裡面的原油會 拿出去外面 高雄水產試驗學校的 那時候 我們台灣人出去旅遊 全家 開車出去旅遊 來 阿K放影片 你看 便當四次會在屏東 你看 媽媽怎麼照顧小孩子 你要看小孩子穿什麼衣服 媽媽穿什麼衣服 每個都打扮漂漂亮亮的 這幾個屏東 婦女會 你們照相的時候 不要這樣大喇喇的 整片子站著 很頑皮看 女生要稍微側身一下 讓你的身體浮現比較好看 OK 你看他們 都會佔一個姿勢 來 都過期的 基隆高等女學校 那時候就游泳過了 他在海邊去玩 過期都看來這裡 你看 漂亮嗎 你看街道多漂亮 我現在說花蓮台東 澎湖喔 澎湖喔 OK 你看 跟大經理有差太多 阿放影片麻煩你 OK それは我が日本の富の泉であります 日本領土の中で ただ一つの熱帯及安熱帯地で 台灣が我領友に基礎は 明治28年4月10日 南韓建立以後 台灣歸瀉有所 黒石条約が締結されてからであります 我領土となってから 同年6月14日 蒲山海軍大将 第一代の総督として赴任し 台北上に入り 同17日 時のくのえ死団と降りておわした 北白河野宮吉下新郎殿下のご大輪を仰ぎ ここに総督政治の姿勢式を挙げ 次来四十一世曹 今日の絢爛たる文化 台湾を生んだのであります 海嶺前の台湾は 新国帝国は 新国帝国は 化外皇帝 その住民は 化外之民 しかし海嶺以後 帝国臣民 により大きくなって どうか区域に努め それをむなしからず 開嶺を数年などして 武士の反乱を策定し 産業の指導を取れ 産業の指導奖励 鋼路 港湾交通建設改修 通信衛生整備 衛生の完備 次々考えにより 理番教育補給 理番人の教育普及に 基本制度改革に 各班の力量は着々整備し その成果を上げ 次に今日のごとく まったく 赤日の面目を 一新す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ります 過去のごとく 短日月において 好成績を上げたことは これ必要我が 公室の一致 同人の形態が 申すまでもなく また官民一致 効力の そして台湾で最も 繁華な文化の都 政治の都であります 台北市はもっと 万華大豪邸の 3月44年8月 2044年 台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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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風が破壊されました 台風が破壊されましたので 当局はこの木に 淡水河壁河岸の 建造を完成し 城内をめぐる城壁を 闘門で取り壊し その後にリングガーデン すなわち 三線道路を設け 理想的都市計画を実施し 全く市街の面目を 一新したのであります 台北市の中心である いわゆる城内は ここがあります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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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忌延 代表猶豎 郵政局的隊員 台灣電力出帳樂社 一層的出道是很漂亮 轉督府關底 西北の 愛ある あなたの たたぬおたては ああ あなたのぬ きゅう きゅうり ここに 我らの 心のいた う 中高研究100 中国の地域は 東北の第3位 台湾の地域に もちなくなる 多くの建物が ここだと 中国の 政治形成立 大国の文化様式が 一つに感じる 変化が現れている しかも一般 台湾の文化様式 多くのが 它是放射上或是五盤目的形式 淡淡的大通是人道和斜道 那是人道和斜道 它是獨特的 沙巴尼県的向下 是停止客 是指引它 乘客 在家乘客 在家乘客 人口 乘客 隔壁家隔壁家 隔壁家還有公車 你現在去日本市場也看有隔壁家 這個是雲子 有一個雲藍鵝 有一個雲藍鵝 很漂亮的雲藍鵝 這是得獎的作品 非常漂亮 台灣神社的得獎 不夠味道 第一次就第二次 後補冠 你看台灣人一整隻偷襲 他做平常工作 他會有休閒活動 這幾帝國在做 注重人的修行 公武植物園 不望開啟一走 大人一整整個隔壁家 享受帝國的生命 大人一整個隔壁家 都是我們 看電影 現在開始對著講 知道他自那人文化的 即勝有一個分架 大中堂那有空 你看裡面慢慢建築起來就不改變了 一樣遠面嵌感的一些屬於 機箱基礎就開了一看就要重新駕駛 裡面大的人的面穿 你怎麼搞的拔拔 待會再看得到 你怎麼拔拔 那是一種水流的 一種浪漫的水流 超て流れる淡水川 這就是淡水川的廣泉河 這是淡水川的太北地上 這是淡水川的太北地上 這就是淡水川的太北地上 現在還有一些隱击老的地方 你怎麼去參觀 溫泉是不少一種太花 這就很好的修寫的構成 高尔夫球場 坦水高尔夫球場 第五嘛 這個建設起來可以全面去 馬上就知道世界是新調 三百年の昔から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 そして新築は かつては北部台湾における 文教の中心地でありました 新築州の小セル農産物は 露燈もある指標 露燈電線杆 露燈電線杆 日本内地はもちろんのこと 日本内地はもちろんのこと 米国ペルシャを始め 日本国ペルシャを 日本国ペルシャを 国産品として 鋭意優秀品の産出に努力しております この日東紅茶の工場は 自動化 近代的設備の点におきましても 視界に誇る 見逃しことのできないものがございます 伸展線 台湾積極的 頭髮都弄好 住宗衛生條件 住宗袋 中部台湾の首都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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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の政府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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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の領土に 台湾の領土に 台湾が Navy 台湾只穿柔走 台湾只穿柔走 台湾只穿柔人 台湾が熱帯から亡熱帯の地にあることは 地に色々の果物を生産するに恵まれております 素材果実は実に30種に上り 山岳もまた2000万円に達しておりで 周囲の緑の山を映し 常に紺碧の色を称えております この水は水圧鉄管を通り 水圧鉄管の響きを上げ 10万キロ電気を発電し 台湾各地に送電されております 台湾電力会社は24万キロ電力を準備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工業台湾の変動力 逆転台湾の経済と 台湾最大唯一の能力供給力から出発 台湾 他は時間を担う 台湾希望で跳して 台湾の経済にあります 台湾第二大都市は 台湾の経済に 台湾鉄道を施設 台湾にあった こちらが特製な影響で 台湾の経済に 台湾に泡山で同じ 台湾が生まれる 台湾の経済に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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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層轉出門 沙唐甘蔗 総督時代 総督時代 一分時代健康 台湾 英國 日本 打抗 我的国 最低的 中心 但是 大乍 日本人是非常鼻子的 国文化的程度は砂糖の消費率 即是一人当たりどのくらい砂糖を舐めるか ということで分かる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 所以文明人の皆様方は どしどし砂糖を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きたい 比率であります 次は福永合衆国人 及び英国人の50kg 日本人はどうかというと 世界大戦前までは一人当たり5kgに過ぎなかったのが 今日では文化の程度も進み 砂糖を原料とする成果、原汁、缶詰その他の工業が発達し 消費高も戦前の2倍以上に増加して 一人当たり13kg 日本砂糖消費高は ここ10年間に平均70万ピクルずつ増加してまいりました その上気候が熱帯であるがために衣類も多くいらず 所属をしてもここから人間貯蓄一方でありますから 内地の百姓に比べると台湾の農夫が 羨ましいほど有利な立場にあるわけであります 工場に送られてまいりました艦首は 機械化学のメカニズムが音に乗せられ 製糖の第一関門で汁を絞り取られ 絞りかすすなわちばかすはそのままボイラーの 窯に入って燃料となるのであります 工日からアルコールが作られます 燃料国策から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も近期 ますます盛んにな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が わけでも無水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は 政党会社が犠牲を払って国家の燃料国策に従応せる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 全国策からアルコールの重水度の多いものを作ることに 多様にして福祉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 我が国の燃料自給自足の国策に台湾の製造会社は 一大貢献をなさんと準備中であります 10カ年の日誌を追加して昭和5年4月に巡航されました 駅南大俊で ・・・ これを跳逻が到 山座 ここ上から 年代に難う 回答できる 有人用這個 是訴訟喔 來這邊可以跳一跳 他會選紀元港喔 大頭是給人港 給人港 是吧 現在給我撒克法到 沒辦法 嚴格水岸 因為港幣多整齊 工廠的設置 類似都有整齊 他就用最後聽 來看看 是吧 這給台灣 你覺得日本 內地 內地是日本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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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北京的電話 台湾人家まだまだ開拓の余地が残されておりますが 台湾特色の使命は一人 台湾党内のみならず 南氏内洋における法人事業の助成を出し 法人発展の中枢機関としての使命を持っております 内外無線電話 内外航空は東京、大阪、福岡と 台北の間をわずか1日の連絡に短縮されております 内地と台湾は常に接し 産業と経済、南氏国策のため 我々は巨国一致で追航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内外の人間は 中央がいる有様であります また巡社や教員になっているものもおります 心の中央が万人と呼ぶと 彼らの中には色をなして 我らも日本人だ 万人と呼ぶのをやめてくださいと 訂正を申し込む自学ぶりであります さて我らはさらに目を南に向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チャンネル登録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チャンネル登録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